絕對生活 好 大家好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育兒的心得 希望能給大家一些參考和啟發 其實我發現 孩子不光是生下來就結束了 陪伴孩子成長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說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 尤其是孩子的母親 我大概46歲的時候才生第一個大女兒 生了以後 我發現一個孩子很孤單的 所以大概我的大女兒 34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想要二胎 我大女兒5歲的時候我就生了三胞胎 所以我現在是四個孩子的媽媽 我覺得作為一個家長 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 孩子也就是小小孩 他是透過聽到的聲音 看到的畫面 透過觸摸來感知這個世界 他的覺性是非常寬廣的 因為他的覺知力是全然的 他並沒有固化吧 他對好壞也不分 什麼都願意去摸一下 嚐一下 去去抓一下 舔一下 是吧 各式各樣的全然地開放的 全然地去體驗 所以給他一個很好的環境空間是特別重要的 對 十一年來選舉 秦賣是文化藝術成本 而且我們剛搬來就參加一個親子音樂捷 都是外國人搬的 哇,第一次那種感覺它不是在歌劇院裡 而且一個大院子裡 進去以後所有的小孩子還有大人們 就是演化劇一樣的那種 撞成老虎的,還有什麼各種動物 邊唱歌邊跳舞 很自然的,我們大家都參與那樣的活動 完全走進那個音樂的情景裡面 歌迷習 歌迷ć 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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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非常愛音樂 我把音樂當成我通往自由 通往我的解脫之道的一個自由之路 音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著 就是打開我的靈性的一個角度 那這樣的時候呢 我希望給孩子培養的是興趣 就像我陪伴我大女兒 我在彈吉他 她就一直盯著看 一直盯著看 每天我吉他放下 我就看她就在那裡模仿 那三寶還小嘛 我就最近拿吉他 我彈我的歌給他們聽 他們也都會唱我的歌 就是於音樂來養育孩子 不是音樂是一個你成功的工具 目標 雖然其實我希望讓他們 在這個當下學到一些東西 但是我是帶著遊戲的心 變玩耍的心 我就盡量把自己放空 當你進入小孩子 那個覺醒的世界裡的時候 發現他的想像力是無限的 所以我覺得給小孩充分地玩的機會 跟他一起去探索吧 我愛你 我愛你